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肉肉皮拉提斯瑜伽工作坊的老板娘张琼文 文文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文文欢迎你 谢谢谢谢 你好就是今天很开心可以听到你的创立品牌以及创业的故事 一开始我也很好奇你品牌名称的由来是什么呢 好可爱的名字哦 因为我有一只领养的黄金猎犬它叫做肉肉 它是一个很热甜的小狗 就每天都很开心 我就想说如果可以把他这份开心带入到我的工作室里面 所以我就想说不如就取成肉肉与家这样子 肉肉也可以变瘦瘦 太可爱了 下一间可能就叫瘦瘦瘦瘦皮拉提斯 太可爱了 而且其实我觉得在肉肉给人家感觉其实是很亲民 然后又让人家觉得是很可爱 很想要去到那边 那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可以让大家是很舒服的去运动的一个空间 那后续在你们一开始在创立这个品牌的一个起心动念是什么呢 我就想说就是想要带给大家就是一个快乐开心 可以持之以恒就是一直都可以运动的一个角色 哇其实我觉得在运动上面 我觉得一开始要开启这个运动 其实就是一个对一般人来说是蛮困难的事情 对啊尤其是要踏出第一步要预约的时候 就会想很多事情 那我就是希望他们就是来你就是先问嘛 我们就会有小帮手就会好好跟你介绍 我们小帮手也很亲也很耐心 就是会帮你介绍完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好好的运动这样 哇其实是一个从一个很棒很亲民的服务开始 其实可以让大家很安心来到肉肉去打开开启他运动的第一步 没错没错 哇那后续就是在你自己本身是就是是运动科系的人吗 还是说你本身其实之前是不一样行业类别的 我本来是护理师我在医院工作 后来就是因缘机会下就是遇到这个运动 就会发现他就是运动起来很开心很快乐 又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 所以我后来就是想说 好像可以尝试看看就试试看教课 所以后来才会开始结束这一块 哇其实是一个比如是因为一个老师的一个推手这样一个推手 让你开启了皮拉提斯的旅程 然后让你进而还可以去教学 甚至到现在可以开店 让大家享有这么棒的一个空间 对也是真的非常感谢他就是给我很多机会可以就是上课啊 联系也给我很多帮忙这样子 哇其实我觉得在文文的身上看到你感觉是非常温和的人 然后我觉得你在在每个事情的行动力是有爆发力的 连在练皮拉提斯都非常持之以恒 对啊就是想到就要先立刻去做 就立刻去执行这样 这样子这个真的在创业的路程真的非常重要 那你虽然你不是在就是从之前就是比如说是运动的这个 这一个事业体系当中 但是你后续就是进驻在这样的专业领域当中 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挫折 那你怎么去度过 嗯那一定有遇到很多困难 就是比如说在开店的时候啊 就是买器械啊资金方面那些都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我就等于是把我的那个买房子的投机款 全部就是拿到挪动到我开店上面这样 然后就是要培训很多不一样的课程 想说要增进自己也花了不少钱 对真的花了很多钱在这上面 可是我觉得这一切就是都值得 也是危机就是未来你要走向梦想这一条道路 对对没错没错 哇我觉得创业的人真的是敢做然后敢冲 我觉得真的非常重要 那后续就是在你们一个品牌的经营理念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核心理念吗 我就是希望每个人来我们教室运动都是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来学习 就是能够喜欢上这个运动 能够持之以恒还是最重要的 开开心心的开始持之以恒 然后让自己的身心都是达到自己喜欢最佳的状态 对对对就爱自己 就是喜欢自己 对我觉得在现在大多数的女性来说 觉得爱自己这一块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对我觉得很多课题话题其实都围绕在这部分 那我觉得肉肉就可以帮助到女性达到这一块的一个 这个一个价值的部分 没错没错 那后续在你们提供的服务内容 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去雕塑身形呢 我们教室是有分两个场地 第一个场地是一楼的楼下的教室 它是走电商皮拉提斯或者是瑜伽 我们还有空中瑜伽 空中环 无酬那些都有 所以蛮多元化的 二楼的教室的话 主要是以器械式皮拉提斯为主 未来有就是有在规划就是往上在规划 要往上更多不一样的器械 对对对对 在往上规划就希望带着 带给大家就是比较 一对一或者是比较小空间 小班制的一个体验 对对对 哇我觉得其实在 比如说像我今天想要运动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我会很喜欢 小班制或者是它的空间是舒适的 这样运动起来的感受都会非常好 对对对 那后续就是有没有曾经顾客带给你 比较有成就感的案例 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之前就是有一个学生 他就是对空中的所有的 就是只要是有倒过来的动作 他都是会非常害怕的 可是就渐渐的就是带给他 就是很多鼓励之后 就是鼓励他可以继续学习啊什么的 发现他在很多不一样的项目上面 比如说像空中环啊 那种会转来转去 就越来越进阶 就看到他进步很多 我也是很开心 哇然后也看到他敢坐这种 比较大跳 高难度的 本来都会一直哀哀叫 就会跟老师说 你不要离开我 就在旁边这样 然后来就变得 哎呀怎么好像都可以自己完成 就会觉得这是很开心 就也很有成就感 哇我觉得其实是看到一个人的改变 对对对 然后其实这样的改变 其实对他来说是比如说增加自信 增加他的整个体态的完美 哇我觉得其实是改变一个人 的一个算是说 我觉得肉肉就像是陪伴大家 在运动当中的一个很好的 陪伴者 后续就是在肉肉的一个 短中长期规划可以跟我们做一下 分享 目前就是有刚刚提到的就是有规划 就是另外几间教室的 那个就是全器械皮拉提示 另外的话 就是未来有机会的话 就想说如果有学生 想要当老师那我就是会 开就是培训老师的一些 私自培训 让他们从学生就是有喜欢之后 又想要多一点 不一样的兼职 想要当老师的话 就提供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这样子 哇 所以其实大家只好喜欢运动后 然后进而还可以有机会 就是赚钱这样 对对对 就给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机会 让他们再往上提升 也是提升自己一个很棒的技能 对对对 哇 我觉得你考虑的非常周到 其实也替我们比如说女性 在这一句块运动上真的是下了很多功夫跟用心 谢谢文文就是这么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细腻 然后是在很多地方是愿意替顾客去着想 以及你是用顾客的设身处 设身就是在他们的一个角度去替他们着想他们任何的一个方便性 对 Right 那后续就是假如有年轻人他也想要投入在皮拉提斯这个运动产业当中做创业 那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就是敢做很重要 就是你一定要先尝试过 之后先尝试过之后去试试看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很重要 就是要有心动力非常重要 所以而且皮阿提斯培训证的是要花费蛮多 蛮多就是钱的 所以就是热情也非常重要 所以一定要喜欢这个运动之后 你才尽量才有办法再去创业 哇其实是要真的一开始有行动力 有热情的堆叠 然后让你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品尝一下创业的感受 然后我觉得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让自己开启不一样的技能 体验人生的概念 对对对对要尝试啊 真的需要尝试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也是很开心 可以听到文文你在这个专业领域当中 开启不一样的道路 然后也很期待后续肉肉有瘦瘦 还有很多分店的开启哦 对希望能带给大家更多不一样 就是好的运动的体验 真的 然后让大家可以越活越自信 越来越爱自己 没错 今天很开心文文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谢谢你来到我们当中 谢谢